荒樹若黃夜 浩然離故關 高峰漢陽度 初日隱門山 江山幾人在 天涯孤兆還 何當重相見 尊久未離演 這一首詩其實形容的是相當的悲壯 就是說士兵在守這個鞭賽 守這個要害當中 其實非常思念這個家鄉 加上 江上幾人在 大家飲酒在對 何時才能夠回到我熟悉的那個家鄉 就如同2024年 今天開盤算是第三天 很多的投票一直在想 難道不能夠回到 2023年最後面 那樣的一個行情嗎 不能夠回到那個時候的龍井嗎 難道今年2024 真的要這樣子的一個難操作嗎 投票 為老師跟大家報告 不會這樣 有什麼理由 今天有三大重點 三大關鍵 好好去觀察 它會是各位非常重要的賺錢機會 哪三大重點 今天告訴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得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威恩老師 今天是2024年開盤之後的第三天 那整個2024年 當然在巴克萊頭下了一個震撼彈 將蘋果降品從100 本來是大概190塊 200塊附近降頻到160塊 隱含著跌幅還有將近17% 所以其實這兩天的台肥股市 表現並不是太過於理想 有些個股呢 出現拉回 怎麼去看 但是呢 也有創高的股票 就如同威恩老師跟各位講 其實你要選擇的是 在2024一開春就非常旺的人 喜相 就是我嘛 為什麼就是我 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我們手上的股票 真的是很強 還有公道漲停的 像昨天 前天 甚至今天 這樣的盤面當中 股票要漲都很困難 你沒有大跌就不錯 我們居然還有股票能夠創新高 還能夠漲零板 你當然會覺得 老師真的嗎 匪夷所思對不對 我們怎麼樣選出來的股票 跟大家來做分享 當然原則上 我們先來看圖卡 所以今天 這幾天盤勢在震盪 主要又是幾個原因 兩大重點 第一個 聯準會 似乎沒有那麼 割派 也就是說 本來大家對於所謂的 升息末端 甚至準備降息的期待 開始有一點點打斷 另外這個鴻海的危機 這個持續的擾亂全球的供應鏈 大的一個航商 去了一下鴻海 又被攻擊又怕了 又往回退 所以引發通膨的疑慮 通膨是不是會再起 但是 文老師我先跟你講結論 這些都是短期的 你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了 現在不管是台灣 不管是美國 都是選舉年 那也就是說 各位 現在投資朋友 不管怎麼樣 拜登他一定要壓通膨 那我們台灣的選舉 不管怎麼樣 航行不能太差 所以這樣講你就理解了嗎 你拜登要選總統 那你通膨不能讓他上來 你通膨不能讓他上來 你這些問題就要解決 這是一個連貫性的邏輯 所以我們繼續再看 昨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包含像道瓊指數 包含像納斯達克 包含像S&P500 甚至廢城半導體 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一個下跌 比如說 我們看一下跌的比較多的 包含像廢城半導體的指數 那我們看一下納斯達克 也是跌了173點 所以我們就會去想 而且今天是不是行情會不太妙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大盤的一個表現 並不如各位所想像中的那麼差 來你看一下 今天只有跌9.66 其實沒有跌很多耶 你有沒有注意到 真的耶沒有跌很多 早上我在中視節目當中 還特別跟大家講 昨天晚上的台紫棋夜盤 只有跌9點而已耶 今天行情其實不見得會那麼樣的悲觀啊 對頭沒有發覺 我們講話都講在前面 我們的預測都先告訴你 我們是不是跟各位講 電子傳產雙主流 你看今天 航運類股又動起來了 不就是一樣的邏輯 一樣的概念嗎 所以你看這個大盤 來 這個大盤我跟大家報告 今天跌破月線 昨天破月線今天沒站上去 所以明天很關鍵 委員老師先跟各位報告 明天非常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明天是跌破月線的第三天 第三天喔 你一定要趕快站上 最好是開盤能夠跳個小高 重新站回到月線 行情多頭就會持續 但是 我們加個但是 如果他沒有辦法 在明天重新站回月線 這個盤大盤整理的時間就會很長 就會變成個股表現的空間 題材的表現 你看像今天不見得說沒有股票會漲啊 我們的股票也是很強啊 那這個時候你就更需要什麼 專業的分析來引導各位 做操作 我們再來回頭看一下美股啊 我們回頭去看一下像道雄指數 好 你看道雄指數 他才剛跌破了十日均線 那另外呢像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 這個破月線 對不對 還有誰呢 費城半導體 也是跌破月線 所以短線上面電子股會比較弱 那今天誰比較強 航運股啊 不是很明顯嗎 陽明 長榮還創高165塊 各位親愛朋友 我在股市福利社當中 我還特別跟各位講什麼 長榮他會持續漲 他填息之後會繼續漲 很多人都不相信啊 我那時候講很多人都覺得 真的嗎 對不對 155塊應該就是天花板了 為什麼 因為他填息的位置在哪裡 來 是不是在這裡 填息位置在這裡 來 我框給各位看 我把它框起來 各位同學你看 填息的位置在這裡 很多人告訴我 他填息之後就不會漲了啦 有沒有 整理一下 各位 喝了再上 有沒有喝了再上 今天供到165塊 那當然原因 當然跟消息面有很重大的關係 可是 這不就我們先跟各位講嗎 電子傳產雙主流嗎 全市場沒有任何一個人這樣講 是不是我先跟大家做報告 甚至連今天鋼鐵股也開始動 當然我建議大家 這個 航運類股是比較偏向短線的 長線的主流還是電子股 所以你要互相的穿插做搭配啊來 所以我們才這樣跟各位報告 你看一下來 比如說我剛才講 聯準會啊 這個可能啊 所謂降息的期待 太高了 所以市場上面稍微破了一個冷水 接下來呢 我跟各位講 航運大漲 對不對 今天不管是陽明 不管是長榮 甚至啊 連這個陸運的啊 這個都大漲 2607的榮運 你各位偷偷看 連榮運都可以供到漲停板 來 強不強 這我們的股票啊 強不強 對不對 榮運都能夠供到漲停板 所以它代表是一個什麼 代表是一個擴散效應 因為 之前我跟你講這個邏輯喔 之前只有漲誰 只有漲 陽明跟長榮嗎 其他的幾乎都沒什麼動 可是今天連榮運都動了 榮運是做 這個長榮倉儲運輸啦 他是做陸地運輸的 2607的榮運 然後他有大量的長榮嘛 我想這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股價漲了 你看今天35塊半 他明天非常關鍵 為什麼明天非常關鍵 一旦讓他幹嘛 跳到35塊6 為什麼 因為他就創高了 只要他再漲一毛錢 他就創新高了 創新高後面啊 那空間我想會非常的驚人 這個是大家可以去做期待的 好不好 所以今天啊 這個航運大漲 接下來會輪到誰 有四檔重點的航運股票 要跟大家做分享 那怎麼樣做分享呢 很簡單 請各位加入我們的Light當中 裡面我會告訴大家 航運類股還有什麼 你沒有發現的 航運類股還有什麼移租之旱 航運類股當中呢 你如果不想去追長榮 不想去追陽明的 還有什麼股票你可以做操作 接下來輪到誰 請各位加入Light 小小鼠 888 MORE 888 或者是掃描我們旁邊 這個QR Code 你都可以在 加入進來之後呢 點選畫面 右上方有個正方形 點選首頁 點進來之後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 這個 這一份重點資料 就放在那邊 給大家來做索須 你就可以直接來看到 26XX 四檔都是26XX 這一次啊 老頭朋友我就 不蓋 我就把中間的代碼把它遮住 為什麼 因為航運類股都是26開頭 那我如果26開頭 然後又告訴我一個數字 我等於是幹嘛 等於都跟大家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們把 後面兩個 後面兩個代碼 我把它遮住 26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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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唸四遍啦 唸快一點 反正就四檔 26XXX的一個航運類股 那當然它不是陽明跟長榮啊 陽明跟長榮大家都知道 但是還有誰會因為這一次 鴻海的事件 因為鴻海這個問題 它當然可長可短 可是你就要想一件事情啊 如果短線有機會 短線有價差 我要不要來賺呢 這個就是重點 所以我建議投資朋友 趕快來做索取 那索取的方法 我們已經講得很清楚 請各位加入我們的帳號 小老鼠MALL888 小老鼠MORE888 做加入輸入的動作 或者是掃描 我們這個QR Code都可以 你就可以看到 最新的這份資訊 最新的航運大漲 接下來會輪到誰 這份重點的資料 我們就放在Lite當中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 做一個分享 好我們繼續再講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你看 我現在跟大家講這個觀念 來 元月效應加上紅包航行 其實我們去統計2011 一路到2023年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平均的勝率 我把它放大一點 什麼叫勝率 就是你做多的 做多的勝率有多少 1月份是62.9% 2月份也是62.9% 3月份是76.9% 我講的是你股票做多上漲的勝率 所以你不趁這個時候 趕快挑選好股票 趕快切入低檔的 買低檔的 買突破的各位 就可以報算了 那這個就需要選股的功力 你股票不能夠 我隨便亂買都會賺錢 不是 為什麼 你從這一波行情 可以很清楚知道 並不是 每檔股票都出現大漲 來我舉個例子 朋友你看一下 像這個2455的全新 昨天我才講他今天還在破底 還在破底 對不對 在蘋果供應鏈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現在紅蘋果變綠蘋果 為什麼 蘋果一旦被降頻 蘋蓋股就要小心 不過好在是什麼 AIPC的供應鏈跟蘋蓋是幾乎是分開的 沒有太直接性的關聯 所以你看這幾檔相關的股票 像宏基 華碩 音業達 人保 這些股票你看 開始慢慢慢慢好像開始整理了 開始長不太動了 那 傳產是不是開始接棒 航運是不是開始接棒 對嘛 就如同 威老師跟各位講的 所以你看為什麼今天 榮運能夠幹嘛 榮燈 榮燈漲停 對不對 榮燈漲停 所以我跟各位講 接下來的行情當中 各位怎麼去做操作 非常重要 有一些低檔的股票 你要懂得 你要懂得在低檔佈局 因為我常跟我們的投資好朋友 跟我們會員講 我們會有一些低檔的股票 帶各位重壓佈局 如果老師真的嗎 你看這一檔 8467這個玻璃 那老師這個是什麼 做碳纖維的 它有接到波音的大訂單 而且呢 我跟各位來報告 你一定不知道啦 投票朋友我跟你講 你看一下它的這個什麼 它的一個 毛利率 從34.13 提升到38.28 再提升到40.82% 哎呀你不知道 到底這種好股票啊 我們低檔佈局啊 各位投票對不對 那你看 EPS 從0.64到2.56到2.58 創下新高 這個就是 我們選擇股票非常重要的邏輯跟概念 三位一提是什麼 基本面要好 籌碼面要加 技術面 要漂亮 所以你看 如果老師啊 這技術面有漂亮嗎 我跟你講 它已經慢慢整理多久 你自己看啊 它抵達了多久 這技術面很漂亮啊 今天突破第一根 對不對 做碳纖維 台肺股市啊 也是算 東門國企啊 也是沒有人跟它一樣嘛 所以我會特別挑選 這樣子的個股 跟大家來做報告 所以你看喔 我們跟大家講的股票 你看都是很強勁的 你看像這個 8054安國 就算它今天 拉回 so what 沒有關係啊 你去對照台北股市的漲幅 跌幅啊 我應該講跌幅啊 你對照一下台北股市跌幅 你看看我們手上的股票 你有沒有感覺 原來真的是一個台股 兩個世界 結果是不一樣的喔 你看像這些股票 表現都非常非常的一個強勁啊 表現都非常強勁 像這個玻璃 像這個 6416的瑞奇電通 股價是不是創新高 我們跟大家報告了 講好幾天的這個 炎陽 今天還能夠收下影線 這很厲害喔 它可能隨時啊 會再做一個創新高的動作 隨時會再做一個創新高的動作 所以 這些相關的個股 我覺得都很值得 大家齁 你要怎麼去操作 低檔佈局嘛 你看我們炎陽買在哪裡 我們已經講過了嘛 炎陽我們買在這邊啊 買在大家不願意買的位置 買在大家不想買的位置 我們買在這裡啊 現在隨便都是大鑽啊 玻璃也是啊 你看 對不對 我們買在這邊 隨便買都鑽啊 你看 買在這個地方 另外 另外 有沒有 這些 這些個股的行情 怎麼做 掌握 你看瑞奇電通 所以創新高 這個都我們跟大家報告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 你看 當陽明 他已經今天是創高 來到多少 59塊2 然後呢 長榮 來到160塊 這也是我們在福利社當中 我跟大家講嘛 大家已經 本來都對航運股沒那麼看好 但是我持續跟大家講 因為鴻海這個問題 可長可短 所以你要開始幹嘛 技術面操作 對不對 創高 我還說啊 我那時候還開玩笑的說 長榮填完喜之後還會繼續漲 你看有沒有繼續漲 填完喜之後 這算是台股啊 2024年的大驚奇之一啊 這股票也是表現的 我覺得 航運股就是這樣啊 需要天時地利人和 他就需要一點運氣啊 因為他是傳產類國 他不可能說變出什麼新花樣嘛 可是當地緣政治風險有調升的時候 鴻海危機就是如此啊 他為什麼能夠賺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跟各位講什麼 航運大漲 接下來還有誰 會有表現 各位同學 這才是重點 因為大家都在想 這首次我再跟大家講一遍 我就截取其中的一兩句 這個高峰漢陽度 初日隱門山 這句話的意思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我一直在等待 我什麼時候 才可以回到當初那樣的情景 才可以回到當初那樣的龍景 我就在很高的地方 在所謂的漢陽這個地方 我就看 我遠方啊 做一個眺望 感嘆啊 對不對 2023那個行情還會再來嗎 對不對 何當重相見 尊酒為禮言 對於飲喝的酒 什麼時候這樣的畫面 才能夠重現呢 各位同學 不用傷悲 我來幫你 你可能會期待說未來的 過去的行情能不能夠再來 但是我跟各位講 未來才是你的重點 為什麼 台北股票市場當中 我們跟各位分析的很多的邏輯 很多的觀念 很多選股的策略 我們都講得非常清楚 有些股票不見得說你要太弱 說你要太弱就強太弱就強 並不是 有一些股票就是低檔要多買進 有一些股票就是剛突破的時候你要進場 不一樣 我們不會用一套策略就打天下 為什麼 因為這個盤是隨時隨地都在變的 它都不一樣 所以我已經準備好 我問老師 我這邊有好幾套不一樣的操盤策略 才能夠因應詭決多變的盤面 不然我才跟各位講 你要挑選的是2024最旺的老師 績效最好的老師 就是我 我們講的這些股票 投票你對對看 我們就看這三天就好了 這三天我們的股票真的是很強啊 來我們再看畫面 各位你看 航運股 然後呢 這個農運 還有很多相關的股票 像之前跟大家講像統勝 有沒有 今天又創新高 有沒有 今天統勝又創新高 我跟各位講過 做這個外勞的金流 全台北股市只有他一家 對不對 我們都講得很清楚 好 所以我們再看喔 來 我們跟各位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下藍天 然後呢 低檔買進的滑電網 對不對我們這個是幹嘛 做價差嘛 你看一下6163的滑電網 有沒有 台北股市昨天是大跌300點喔 你看 我們股票那麼強 好你再看 還有誰有沒有 炎陽對不對 我們清代貨員都已經買了 買了15張壓了兩三百萬下去 通通大算 還有誰 你看 績效也開始出來 炎陽有沒有 像統勝 對不對 我們跟各位講 統勝買了20張嘛 也是買了百萬嘛 所以這個就是你股票市場到底要怎麼去賺 絕對不是人云亦云 你要心中 要有中心思想 當然這個對大家來說 或許會有點難度 可是呢沒關係 這樣的事情交給專業的我來做 交給我們專業團隊 幫大家來服務 玄谷的疑難雜政 你交給文老師就對了 你看看 我已經講過了 你看看這三天 2024年 開春這三天 開紅盤這三天 誰的績效最好 就是我 這樣子 你就想嘛 才能夠帶領大家幹嘛 翻三月零 翻月績效 我在 2024年的1月1號 我特別寫了 2024年的代表是我叫做翻 什麼叫做翻呢 當你業績好的 股價會翻 積極低的 股價會翻 高成長的 股價會翻 你就朝著這個邏輯去操作就對了 不一定是說 我一定要什麼產業不見得 為什麼 產業的輪動是很快速的 各位對不對 很快速 你不能夠死守一個地方 哪裡有錢賺 我們往哪裡走嘛 這是最 我覺得這是最明顯的一個操作 所以你看各位 我們之前跟各位分享的紅基 我有沒有跟各位講紅基跟藍天 不要再追了 你看一下這兩天 2353紅基 他還是很好的股票 可是你看他就拉回了 你看 藍天2361的藍天 是不是開始拉回 對不對 是不是開始拉回 我有沒有請你不要再追 有吧 風險我也告訴大家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買到這些低檔股票 有沒有像炎陽 像統政 瑞奇電通 這個都創新高 這會員都賺錢了 像這個玻利 今天還公到漲停 你看 有沒有 還公到漲停板 為什麼 這個就是法人發現他的價值嘛 他被低估了嘛 你不知道而已 他是被低估的 你看我跟各位講 這個不能單純看線而已 我跟你講 只看線的 線先 絕對不會去買這張股票 但是我看得懂 我看得懂他的價值 我看得懂他的產業 我知道他明顯被低估 你這個地方買絕對不會吃虧 勝率比別人高三倍以上 各位對不對 我有沒有講 低檔布局你的勝率至少比別人高三倍以上 今天完全驗證 所以各位你看 今天的玻利 你不要在這裡追啊 這邊跟大家去搶價 那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就像你當初去 前幾天你去追紅機去追藍天 是一樣的道理啊 我們在很低的位置 就跟你講了不是嗎 漲到大家都知道的時候 短線就見高點嘛 其實股票市場都是這樣 不會有永遠漲的股票 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策略的分佈 低檔買或是突貨買等於爆賺 你這兩個策略交互 因為我跟你講 台北股市的錢你賺不完 你要這樣做 所以我們要回歸到什麼 回歸到整個大環境嘛 我跟各位講的事情 我跟各位講的事情 我們在light上面 像紅機 我們也特別寫在上面啊 紅機大漲噴出之前 我們第一時間的資料 就分析給大家聽 各位投資朋友對不對 後來是不是狂飆 漲了七八十percent嘛 六成左右嘛 對這個就是你加入light的好處 我們會每天更新標股的資訊給大家 或者是你有什麼問題呢 在上面 你可以想了解的 或是你有操作上面 持股上面的疑難雜勝的問題 都可以在上面做一個聯繫 所以各位投資朋友不用擔心 你會擔心說接下來 何當從相見 尊久未離言 我到底什麼時候 才能夠回到2023年那個行情呢 就是這個 12月份那樣的行情呢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情啊 如果說12月份行情 你可能如果沒有賺到的話 那你要在1月份賺到 你真的需要我的協助 為什麼 因為已經代表你自己操作是不行的嘛 對不對 如果在行情漲四五百點 你沒有賺到錢 甚至滿手套勞 而且套得很深 我再講一次 你看 有些人很單純的說 我記書面對不對 我跌到記線我就買 吃了兩隻跌停板 這是你沒有考慮到位階嘛 你看一下全新的位階 2455全新的位階 它是高還是低 你自己看 對不對 你自己看 對不對 你看我們之前跟你講的像安國 有沒有 是不是創新高 這個就是產業 看對了 IP絕對是明日之星嘛 你說PA功率發信那個就是 就是沒有創新嘛 就老調重彈嘛 當然他不是說不好 可是說 很多人是因為他說回到季線去買 不對喔 絕對不能這樣看喔 你要看他的本益比喔 有沒有 他的本益比是很高的喔 你注意看喔 全新的本益比是將近82倍喔 很高的本益比喔 所以你手上有這些股票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比如說像你有像神達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好朋友 那個我們的Light上面好友 他說我去追神達 追在哪裡 45塊8 喔我聽到這個昏倒啊 那你去想啊 你如果回想一件事情 你如果神達在這裡買 來我問你 你如果在這裡買會不會賺錢 在40塊買會不會賺錢 會嘛 當然會賺錢啊 你45塊半買會不會賺錢 就不會賺錢 同樣都是神達為什麼結果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跟各位講 股票操作 其實他的面向很多 但是我們把它弄簡單嘛 其實也沒有那麼難啊 第一個你大環境搞清楚 現在整體大盤是多方有利還是空方有利 很明顯是多方有利嘛 雖然這兩天拉回 但是我認為還是多方有利 為什麼 我把我的邏輯觀點 再跟各位啊 報告一遍 我說2024年的台股 將進入邪惡的第五波 加權指數 極有可能挑戰歷史新高 甚至上看2萬點 或許你不相信 但是我們就等著來驗證 聯準會停止升息 接下來準備開始降息 當然這兩天 今天的消息跟你說 可能又會暫緩 但是我跟各位講 這些都是假議題 後面聯準會 不管怎麼樣 只要他通膨 想辦法壓下來之後 降息是勢在比心 當他持續做這個動作 股市又再大漲一波 所以提前了解趨勢 提前佈局標股很重要 這我跟大家報告 你一定要理解 我跟各位講的這些事情 因為在你現在來看 你會覺得說 老師真的嗎 可是你看看我們 我們跟你分析這些邏輯有沒有道理 所以你從資金的行情來 我們再看一個東西 我們再看一個東西 你看新台幣 之前是不斷瘋狂的這個 來你看 下來嘛 你看 他不斷的下來 就是不斷的 不斷的這個升值 最近這兩天開始貶有沒有 開始貶值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你把它回歸到一檔股票去看 因為匯率跟匯率是反向去看 所以台幣最近是很強的 這個波段從32.495升到30.6 所以台幣是很強勢的 那你很簡單 你從技術面去看 接下來就要到月線 這裡是月線 到月線是不是又要再下來 因為這裡是反壓 下來代表台幣又要升值 台幣又要升值台股就會強了 不就如此嗎 這一波 在前一波台幣股市在漲什麼 就是因為台幣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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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升值嘛 那這兩天為什麼呢 股市比較弱呢 台幣開始貶值貶貶貶貶貶嘛 連三貶嘛 這個邏輯你懂了就OK嘛 另外 你說老實 外資台值其實這個空單很多耶 兩萬多口 但是我跟各位講 他那個只是幹嘛 只是來避險的 避什麼險 他避通膨的風險 他避總統大選的風險 為什麼 因為總統大選會有股票會漲 那會有特定的族選性會漲 但指數不見得嘛 對不對 所以 外資他是擔心什麼 萬一選完發生什麼事情指數會大跌 假設嘛 當然這個我覺得機會很低啦 他只是做個避險的動作 因為你就這麼剛好 就最近才去加倉 這個所謂的空單的部位 到底他葫蘆裡賣什麼藥嗎 我覺得也不用想太多 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就只是為了要規避所謂的選舉行情的風險 就這樣子 所以我說三大關鍵 來 先要講 台積電 必須止跌 台積電 今天到月線下 2454連發科 他還要止跌 因為為什麼他越來越靠近季線呢 各位投票朋友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越來越靠近季線 台積電 以及聯發科 另外第三個就是台幣 所以三個重點的關鍵性的指標 魏老師已經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來做一個報告了 所以我剛才跟各位講 這一波航運出現了個什麼 大漲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還有誰 有四檔二六開頭的 二六沙沙 二六沙沙 對不對 我念快一點啦 四檔重點的航運的類股 接下來輪到誰 怎麼樣鎖取這份資料 今天開放讓大家做鎖取 怎麼鎖取 請各位點點你的手指頭 加入我們的Lite 我們的帳號在下面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先請各位做輸入做加入的動作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都可以 你就可以找到魏老師了 那 加進來之後 加入到我們的粉絲Lite上面之後呢 點選畫面右上角 有一個這個小正方形 點進去之後呢 就是首頁 就可以看到這一份重點的資料 而且不只是說只有這份資料 我們過去跟大家分享過所有的資料 都放在上面囉 你都可以在上面 重複的去看 重複的去做驗證 那不管怎麼樣 你想要短線上面 先有鎖沙可以賺嗎 這一份資料先鎖取起來再說 航運大賞接下來會輪到誰 四檔二六開頭的 我們加入 請各位加入Lite 我們放在首頁當中囉 OK 那也可以掃描QR Code 輸入我們帳號 小老鼠MORE888 小老鼠MORE888 歡迎各位做個輸入的動作喔 好OK 那原則上我們今天節目跟大家分析到這邊 記得加萊加萊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